主席 各位大家早 我想主席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王部长 请王部长 早 部长我想今天我们审两个法案 一个是行政执行法 增订第十七条之一的条文草案 那对于这个部分 因为净奢条款大家已经有共识 今天只是一个配套的部分 所以对这部分呢 基本上大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非常感谢 因为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这个等于这个整个社会视听混淆 那既然能够欠国家这么多钱 但还是可以过着这样的奢侈的生活 那我想这个名时不符 要不然的话他应该把这个钱赶快来这个缴还 那我想对这部分呢 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非常感谢 那对于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物权篇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物权篇真的很大 几十年一直都没有人敢修 每一次开会从来没有停过 然后修完以后 这个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啊 的确也会有很大的落差啊 那事实上呢 现在这个地上这个权啊 土地啊 大家搞不清楚以为土地的土地房就房的 没有 光土地来讲就有非常多种权 五种权地上权是什么 一大堆 一大堆 大部分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们一直希望法治教育啊 深根落实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也很重要啊 因为要不然的话大家真的不理解 当然有的人认为这辈子不见得能碰到直接的法律 因为觉得好像很有距离 但是呢 我觉得连名称啊 有些我想大家都还搞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将来啊 怎么样 因为现在就是 现在大家都是无纸化了啊 就是像这个 没有纸张啊 那我们到这个国外去开会啊 几乎连议程都没有了 都是在这个 都是在网路上啊 都在电脑里了 那所以将来我们是不是法务部 也应该对于我们一些法律 用很浅显的方式啊 就是说这个等于法治教育啊 也变成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再一个呢 呃 这个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地上权有这么多 这个这个这个物权上面有这么多啊 光土地的部分啊 那因为以前啊 我们有规定 刚刚您也提到 我们家是个立体性的 所以如果它土地在上面 下面如果被经过 或上面被经过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属于它的权利呢 未来我们是怎么样来规定 是 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啊 那个关于地上权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啊 过去都先以地面上的使用 那像 木栅的猫栏 它就是设定一个一定空间的地上权 那么我们不影响到地面 所有权人的使用 甚至它地面还可以另外设定地上权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例如猫栏啊 它就从那个地上 它怎么样呢 它这个丈夫征收土地啊 它就只有啊 就是只有这个装 机装啊 或者这个这个这个架子啊 它的啊 这个架子的周围一点点啊 它只要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经过空中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以多少公尺为准 是属于这个地上物 然后呢 多少以上就属于公共空间 或者是怎么样来计算 这个部分就由地主 跟想要使用这个空间来约定 那如果没有约定算不算违法 通常都会约定 因为我要经过你的土地的一个上空的某一个高度以内 那通常 这个一定要经过当事人同意 然后要有地上权的登记 因为它是一个物权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用它 就从它空中过去也需要签订 对 因为它是物权一定要用书面 一定要定书面 那如果没有签就是 因为这个一定要登记的 所以它登记的时候就会要求 你到底在哪一个空间 要不然它不可以使用它空中 空中的那个 这个权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确定 是 这个书类的一定要交代清楚 确定啊 所以像猫懒它空中的权 地下呢 地上还是地下 就例如你土地这边 它从你地下的土地 地下也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的捷运系统 都是经过地下道 那你经过人家的土地 一样 可以设定地上权 对 我的意思是说 那现在如果它在地下走过 它没有经得上面的同意 那这样子可以吗 那就通不过了 就通不过 但是呢 它现在定了自己的一个办法 例如 三十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要用这个通过捷运 或者是高铁 我只要在你地上的三十米以上的 我一概不排 也不需要同意 这样可以吗 就是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要经过人家同意 因为我土地的利用 不仅是我地面上 包括地上 还有地下 对 那你要经过我的地上 地下或者地上 都是要经过地主同意的 是 那因为物权 它是一个 要以书面来定理 所以 而且要经过登记 才有公示力 还有这个公信力 对 那所以现在这个是属于哪一条 请问部长 是那个 这个相关这个 例如摩兰在空中还有地下 是 这个是八百四十条之一 到八百四十条之六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修正 新提出来的一个区分地上权 地上权 所以这一次我们订定了以后 才有权 还是以前我们没有订定 也有这样的权利 以前是订在特别法里面 但是也可以 也是应该有它的权利的 对不起 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说 以前你说订在特别法 没有订在这里 但是基本上 不管是在空中的 或地下的 都属于它的权利 对 我们土地的利用 也都需要去登记 对 才能使用 对 因为债权跟物权性质 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 同意你使用 那么我们就订个租约就了了 可是呢 这个就对 没有物权的效力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规范的话 它要经过 要订立书面契业 要经过登记 所以这个就对第三人都有效 是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修法之前 也是可以 也是有效 只是没有那么明确 是 所以就是这个是规范到明华里面来 所以如果订定以后就更清楚了 是 那所以呢 因为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 请教部长 就是说我想 其实部长讲得非常清楚啊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 大家知道 但不清楚 不够明确 是 那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教科部 原来自己定了一个办法 不是法律 他就说 我只要经过 超过三十米以上 就说 例如我经过你这个山洞 在这个上面啊 只要超过三十尺 我就不赔了 也不要你的同意 也变更 也不需要让你知会 就连知会都没有知会 造成 这个上面原来人家 已经申请建造的人 后来发现啊 地铁就在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整个就在他的这个 直接的建造下面经过 害大家不敢盖 他说超过三十米 这不在赔偿范围 也不需要经理的人的同意 这样子 政府这样来决定的话 是不是违法 哦哦 是 报告委员 那个特别法是大众捷运化 跟那个 共同管道的相关的法律 那里面有这样的规范 说可以不经过同意 可以不经过赔偿吗 这样子好不好 委员 张伟可不可以让我 回去了解一下 再跟您报告 我们对这部分的法律 比较不熟悉 是 好 那我想这个部长 就像 因为我们的概念上 刚部长讲清楚 就是说 将来我们的土地 因为现在整个是 立体式的了 所以你如果经过 尤其 这个愿你拉一条电缆 这个 这个住在你的土地上面 你下面不容易使用啊 但你至少要经过它同意嘛 对 但据我所知道 猫缆应该是没有经过同意 经过土地上面 是没有经过同意 还有呢 这个 你上面 你上面都已经核发执照了 建地已经核发执照在前哦 然后呢 问他说 你下面有没有高铁 或者是捷运或者是高速公路经管 他说没有 确定给你公文上面写 没有 最后有 他说反正超过30米以上 我是不需要知会你的 造成整个人民权益 还有这个 大家认为 你认为30米是 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因为整个挖着的技术方式不一样 所以影响地址也不一样 造成上面的居民啊 没有办法这个 安心的认为说30米就没有问题 他说 哎 你租用也可以嘛 因为你 你已经使用了 弄到我们上面再盖一个庞然建筑物 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是 那我想 刚才部长讲得很清楚 但对这一部分 是不是 所以我刚才就讲很多事情 大家也不是那么熟悉啊 请部长也先去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事关人民权益 是 而且政府也不能定定违法的一个自己的办法 是 对不对 是 说 我这样子安全没有顾虑 我就可以了 我例如 我上面电缆经过你 你的土地 但安全没有 除非掉下来 砸到人 但你下面也不好使用了 反正也砸不到人 所以他也不在他的这个 甚至就说 使用范围 我没有去使用 就是我空中经过 就像 您说 这也是属于他的物权之一了吗 是 根文报告 猫懒是有设定地上权的 那么 没有 他是在那个地上 是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铁架才有地上权 他才有征收 上面没有 好 那委员这样子 我们来了解 也请委员把相关的案例 让我们知道 我们来检讨 因为财产权 是非常重要的人权 所以 是不是有维法 那我们来检讨 对 我想对这两个 我说一个地上 地下 我就说都有 但是现在到底怎么样处理 我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办法 是不是大于法律 那法律到底是不是有明文 规定 这样的一个 新的 因为以前 就是您说的 就是平面嘛 哪有这么复杂呢 101就是设定平面地上权 是 所以我想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这个 部长了解以后 也能告诉一下 因为最重要 我们要告诉人民 而且也要让行政部门 行政院 各个单位要知道 免得就说 我们这边法律是这样定 连我们自己政府 也没有照这样再做 好不好 是 是 回答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们回去了解 检讨